第九百二十五节 参红剑看着张叶 说道 张叶 你可以考虑加入太初教 太初教内部虽然竞争极其残酷 但以你的潜力 应该可以脱颖而出的 张叶摇摇头 参红剑说道 看来你是不愿意加入太初教了 既然这样 那你就要小心了 三个无伤大教之中 太初教乃是最霸道的一个 他们放出消息了 只怕除了混元教通灵宗 和几个一流宗们之外 谁都不敢收你 你只能自己摸索着修炼了 张叶平静地道 自己摸索就自己摸索吧 参红剑摇摇头 没这么简单 等你进阶天尊之后 你就会发现 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势力 做什么事都不方便 再说了 元界极为讲究因果 修炼者向天地索取力量 这是大因果 需要偿占还的 你自己一个人 修炼占取了绝大部分的时间 寻找各种神药丹药 又有一部分时间 哪里还有时间还清因果 所以 必须有属于自己的势力 张叶微微动容 这因果一说 他还是第一次听说 张叶饶有兴趣 能不能详细说说 元界和修炼者之间的因果 苍红剑解释 天生万物 以养人 这是大恩 需要偿还清除 如果无法偿还清除 修炼者就很难感悟到天地道理 你想想 天地养了你 你什么回报都没有 那么天地凭什么继续养你 继续让你强大起来 张叶微微点头 苍红剑继续说道 此外 修炼者有大因果 没有偿还清 不但修为无法寸击 还容易招来天节 天尊虽然强大 但元界的天节非同一般 随随便便降下一道天节 都难以抵挡 所以 天地因果 大于一切 不能不还 张叶恍然 南南说道 看来 看来我也需要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势力了 苍红剑点点头又摇摇头 拥有一个势力 那是必须的 但白手起家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势力 谈何容易啊 现在元界虽大 但好一点的地方都已经有势力占据了 根本不容插手 如果张叶是一个教主级的天尊 想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势力 还是可以轻轻松松办得到的 但问题是 张叶现在只是一个半部天尊 这么一点的势力 想在元界之中建立一个势力 简直是在做梦 苍红剑想起了什么 叹息道 北海之上 有着异议记的仙岛 盘踞着无数散修 每隔一万年 这些散修都会进行一次万岛论道 决定这些仙岛的归属 谁的拳头大 谁就可以当岛主 谁的拳头大 谁就可以占据好的仙岛 三百二十七年之后 就是万岛论道的时间了 如果你的修为能够达到天尊之境 就可以参加万岛大会 夺取一座属于你的仙岛了 只可惜你修炼的时间太短 想要进阶天尊至少还需要两三千年的时间 来不及 来不及呀 参红剑叹息着 张叶却是眼前一亮 张叶细细问了一下万岛论道会的细节 参红剑耐心地说道 呵呵一笑 张叶 你不是想参加万岛论道大会吧 张叶微微一笑 有何不可 我一个人习惯了 不想加入任何纵门 既然有这么一个地方 可以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地盘 我当然得试一试了 参红剑瞪着张叶一眼 修道 万万不可 北海虽然是散修盘踞之地 但天尊极多 其中不乏教主及天尊 你如果成就了天尊之位还可以试一试 半步天尊修为就千万不要去了 否则随便一个天尊出手 一击就可以让你陨落 张叶笑而不语 苍红剑剑刺 直到张叶心意已决 当下摇摇头说道 罢了 罢了 既然你想去 到时候你通知我一下 我陪你去就是了 以我现在的实力 应该可以帮你夺下一座小岛的 张叶心里一暖 这苍红剑能够做到这一步 算是相当厚道了 张叶呵呵一笑 说道 到时候再说吧 我现在要找一个地方 好好地修炼一番了 到时候说不定会给你一个惊喜 苍红剑失效 骂道 惊喜 短短两百年 难道你还能进阶天尊不成 张叶呵呵一笑 不再多说 直接一排悬月连台 离开了 红蒙宗 一处洞府之中 张叶盘旋而坐 他的对面 正是火灵 这处洞府 乃是张叶临时开辟出来的 他开辟出这个洞府 目的是想和火灵一起 炼制出时间之塔第四层 在上古玉界之中 火灵也得到了不少的好处 他现在的秀为 已经稳定在法道九重巅峰 而他的精神力 虽然没有达到半普天尊 但浩瀚强大之处 并不比半普天尊逊色多少 有火灵的帮助 炼制起来可以轻松很多 张叶在天津谷 收获了无数的好东西 炼制第四层的材料 通通都可以找得到 现在只需把材料 剪出来就可以了 一样样的材料 出现在虚空之中 张叶细细地轻点了一下 朝着火灵点点头 说道 开始吧 火灵一拍翅膀 等时火焰熊熊 张叶念头一动 种种材料 等时被牵引过来 投入到火焰之中 最近 张叶试展出繁星手法 开始淬炼材料 张叶和火灵配合起来 天衣无缝 效率高得出奇 每一种材料 都以最快的速度 淬炼完毕 并且 淬炼之后 近乎完美 时光之塔第四层 需要的材料 比第三层多得多 而 这些材料的要求 也比第三层高得多 张叶和火灵 整整花费了三个月的时间 方才把所有的材料 一一淬炼完毕 材料处理完毕 接下来 就是正式炼制了 张叶心念微动 时间之塔 当时从身上飞出 咦 见到时间之塔飞出 玄玉连台和光明玉黄印 同时一阵 从先天五行世界之中飞出 打亮着时间之塔 时间之塔 已经和张叶 合而为一 一直融合到张叶的体内 因此 玄玉连台和光明玉黄印 也是第一次见到 他们对这时光之塔 并没有什么兴趣 他们感兴趣的是 这时光之塔里面的 时光之心 光明玉黄印打亮着 楠楠说道 太稳定了 太稳定了 不可思议呀 玄玉连台这一次 罕见的赞同 嗯 确实是稳定的出奇 改变时间流速 每一个天尊都可以办得到 一些天尊甚至可以把时光 流速 加快一万倍 但他们改变的 是一个很小范围内的 时间流速 并且 这种改变是极不稳定的 只能用来攻击防守 不能用来修炼 这个时光之心就大大不同了 他改变的时间流速 虽然不多 但极其稳定 任何的修炼者 都可以在他旁边修炼 这才是不可思议的地方啊 张也问道 你们知道这时光之心的来历吗 光明玉黄印和玄玉连台都没有出声 显然 他们也不知道这时光之心的来历 张也摇摇头 也不再问 直接开始炼制第四层 张也双手挥动 挥出一道道玄傲的轨迹 也 玄玉连台有些惊讶 道友 你的炼器手法 看来是矮人足的 张也一边炼制 一边打道 正是 怎么 在上古玉解之中 也有矮人足吗 他们也是擅长炼器 玄玉连台道 正是 矮人足乃是最古老的种族之一 他们常居于地底之下 擅长控制各种火焰 对各种材料的理解 远远超过其他种族 他们极为擅长炼器 在他们全盛时期 一族之中有数十万天尊 其中不乏 无上教主及天尊 凭着强横的实力 他们的踪迹遍布每一个大世界 甚至在一百零七个上古世界之中 也有着他们的传承 像上古玉解 就有着一只矮人足 他们同样以炼器之术 屹立于世 虽然没法和全盛时期相比 但也算是一大众族了 张爷的心里微微动容 玄玉连台继续说道 原界乃是矮人足的大本营 全盛时期 原界到处都有着他们的踪迹 现在很难找到他们的踪迹了 想来已经是衰落了 不过矮人足底蕴深厚 就算是再怎么衰落 也不会比一流宗门差 道友 炼器之术乃是矮人足的立身之本 是不能外传的 道友你掌握了炼器之术 如果被他们知道 势必有大麻烦 哦 张爷微微一惊 想不到修悉矮人一族的炼器之术 还有这般麻烦 最近他又恢复了瓶颈 既然已经休息了 多想也是无意 还是老老实实地把时光之塔第四层 炼制出来再说 玄瑜连台又说 我在上古玉界的时候 接触过一个矮人足的大能 据这位大能说 矮人足的传承 已经出现了问题 缺失了不少的传承 很多的高升炼器之术 已经失传了 原界的矮人足 很可能也碰到了这种情况 否则 以矮人足的抵约 他们根本不可能衰落 张爷若有所思 他接触到的炼器之术 虽然浩瀚精深 但他依然可以感觉到 其中有一些问题 有一些断层 看来 这矮人足的炼器之术 还真有可能缺失了 矮人足的传承 浩瀚精深 如果能够把缺失的传承 一一捕杀 不知道会达到一种 什么样的地步 我以炼器之术 来炼制肉身 不知道可以走到哪一步 张爷的心中 隐隐生出了一个念头 不过 现在是炼器要紧 张爷把这个念头压下去 继续炼制着 玄玉连台也知道 现在不是说话的时候 他也不再出声 只是静静地 看着张爷炼器 时间快速地逝去 玄玉连台看着张爷的手法 身上出现了丝丝的波动 显然 张爷的炼器手法 让他都感觉到有些吃惊 张爷现在的修为 是半步天尊 但他不断地推算之下 已经理解了 很多天尊级的炼器手法 而且张爷还推陈出心 把天尊级的炼器手法 经过一系列的改变 再施展出来 时光之塔的第四层 算起来也就是半步道器 以天尊级的炼器手法 来炼制一个半步道器 简直是轻松至极 短短的一年之后 第四层的雏形已经完成 玄玉连台大量着 发出一声赞叹 在他看来 这时光之塔的第四层 堪称完美 他源源不断地调用了 时光之心的力量 改变着周围的时间 虽然调用的力量并不大 但调用的时候 却是非常稳定 如果用种种神采 又或者是天尊出手炼制 达到这种效果 是很正常的事情 但张叶本身 只是一个半步天尊 而张叶使用的材料 虽然都是难得一见的精品 但却没有动用神采 能够以普普通通的材料 达成这种完美的效果 就连玄玉连台 都要暗暗地称奇 对张叶的练器智能 有了更深的认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